再看一次的動作,不要太遠 記住我卡了位置 你傳到我這隻手,偷我 是,偷我,它是偷不到的 明白嗎?盡力偷,盡力偷 因為我這裡抹闊了 只要它不能把我的腳推起來 它就偷不到這個球 再看一次 記住我們最後是跳步 飛到位置的,卡住 轉,不碰,先射球 照樣上抽射球 明白嗎? 再來 看著 卡住 轉,抽過來 彈開 飛到位置 上次我們講完勾手的訓練 其實在低位的投籃和終結技巧裡面 我們接球的時候,如果你有步法幫助你的話 你的進攻選擇會更加多 今天我們講究竟我們中鋒 接球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步法會令你更加有利 CM今天一生都是的 不過身體不舒服,他沒有幫忙 我們又請CM出來交球 第一,我們接球的時候 你要知道 面對敵人 敵人通常有兩個防守方法 一個可能坐在你後面 你壓住他 上次講過了 其實你背部壓住他 其實對手是很容易擦脫的 所以我們上次講完就是 我們拿球應該怎樣 假設CM的球在這裡 我們不是背部拿 我們是卡位 卡住他 用你的肩膀的長度 你明白嗎? 我們再拿球 我們可以做什麼步法可以幫助你呢? 首先有兩個 一個是你面向藍底 我都可以拿球 另外一個 面向你的隊友 都可以拿球 我們先做這個 記住我們拿球的時候 我們卡住 拿外邊的地方 好嗎? 拿外邊的地方 拿球的時候 如果那個球 好像剛剛那樣彈地向著這邊 我們卡住這隻腳 其實是我們法力的腳位 交個彈地 彈出去 你就可以轉身 明白嗎? 再看一次 卡住 對 轉身 然後可以射球 明白嗎? 再看一次的動作 不要太遠 不要太遠 記住我卡住了 你傳到我這隻手 偷我 是偷我 他偷不到 明白嗎? 盡力偷 對 因為我這裡抹闊了 只要他不能把我的腳推起來 他就偷不到這個球 你看一下 Jordan怎樣偷卡爾馬龍的球 在後面是偷到的 但是前面這裡溫暖的時候 他不能偷的 明白嗎? 當CM拿了球的時候 我們卡住了位置 對 交了 轉出去 可以嗎? 你這裡第一個 可以投籃的 他如果撲起來的話 他不撲 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直接這裡上籃 好 當我接了球 對 對 對 轉 我們可以拍到中間 我們可以上籃 再看一次 當我們接了球之後 轉 我們已經把防守 拉歪了 你更大機會可以過 他撲起來 然後 上籃 上這裡 好 當然 你左手的你可以撲 同樣可以勾手 左手 中鋒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個想打正選的中鋒 你一定要左右手都會勾手 我是左手勾手不到的 所以我呢 如果我是會怎樣呢 我就是會 過來 揮 球 釣 撈 支撈 開 推 再看一次 记住我们到最后是跳步 卡住 转不压先射球 照样上抽射球 明白吗 再来 看住 卡住 转 转抽过来 弹开 Fair away OK 我们连熟这个步法 就是当球向这边 转过去 又是可以射球的 我们要连熟跟着全球 转身或者 这边转身的步法 试试 好 好 再见 先提醒大家 先告诉大家,Matthew刚刚不断练习 我们他不会知道我今天拍什么 要保持神秘感才会代表大家不懂的学生 所以如果Matthew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是大家的问题 我好像可以一直在旁边教大家 我们试一下Matthew先做一个动作 记住我们卡位的时候,这只脚法力卡住 所以当这只脚是重心脚的时候 我们可以彈出去接球 然后就直接转身射球 先做第一个动作 记住,如果你没有这个底线的投篮的话 其实敌人是不会移过来的 你是没有那个空间给你再做第二个动作 所以记住我们一定要尽量先去底线射球 一球,不进也没所谓 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是有这个攻击力的 让敌人可以移过来手 你才会有中间的位置 好了,试一下路,准备 Go 对了 对了,开始侄机了 这个也是大家的问题 刚刚他也说他怎么射的 他用不了力的 再来多一次,看看动作 Go 对了 为什么Matthew射得有点辛苦呢 第一,我们这个底线转身射球 重点的力量是来自这里的 接完 抽 你不抽 其实没有那个力量去射球 我们这个动作其实做回了 下压 上抽 拉站 做回了 记住 接球 压压 上抽 然后射球 明白吗 射入他 准备 Go 记住 转,抽 然后射 明白吗 我们有抽的动作 Matthew再试一下 看着他二三 差点叫他 Go 抽 对了 Good 再来 压住核心 有点飞开了 你的力量应该可以的 我不够力的 抽 Good Good shot 再来 压 转身 抽 对了 你看到Matthew的动作已经做得很好 第一 接球的时候 看多一次他的动作 接球的时候 弹地 停 第一步 你会看到他向着你镜头这边 明白吗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转身 所以我们先离开你的敌人 好了 转 来到这里 抽起射球 当你射球的时候 他用他可能 除非他是左手strong hand 通常不是 他就会比较有利去射球 明白 再来多球看多一次 我本身在抹着他 卡住位 对了 明白 他会离开我 好了 第一步 在这里射球了 作为防守者 你见他进 或者他射了两球 他会射球的话 你就会开始 想出去防守 对了 记住他接 对了 就是这个时候 我会趋前防守 不让他射球了 你本身已经上抽了 对了 你看到有防守者 来的时候 抽 推 对了 记住 你是可以左手strong hand 如果你过了我这个敌人 但我退的话 你记住你是 fair away 对了 你就会争取到最大的空间去投篮 明白吗 再说一次 你可以左手strong hand 如果你足够的高度 但我和Matthew不是有高度的球员 所以我会选fair away 再来多球 再看一次 对了 接 转 抽 抽 对了 good try 再来 是 压住 停 不够了 对了 对了 拼 推 对了 再来 放入他 记住这一下也是 你都要抽 很高的 看一次 我们这里摘了球的时候 先转身 推 抽 你记住 你都是要抽起去射球的 明白吗 再来 试一下 go pock good ball 再来 go 压住 good good try 明白吗 OK 记住 各位 选一个适合你的终结手法 你是可以勾手的 第一次試一球 勾手 左手 转 对了 左手 应该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是这样的方法 记住我们卡住 转身 左手 我就不行了 当你永远都做到这个接球的时候 弹跳的一个转身步 试一下这边 这边是 这边是 对了 这样切球 卡住 转右 对了 射球 明白吗 两边你都一定要做到的 你不一定是这样拿的 反而现在现阶段 我们现代的篮球 不会真的有low pose的出现 通常 中央留在的位置是这里 因为我方便做挡 所以你在高位的时候不是这样拿的 高位的时候是这样拿的 明白吗 当你高位这样拿的时候 卡住 转过去 明白吗 我们就可以多些选择了 好吗 好 今天完